民进党的九合一选举惨败 好立伟高嘉瑜说战犯就是网军侧翼到处出征 但是民进党秘书长林喜耀在败选记者会当中冒出一句 侧翼网军都不是民进党主要成员 因此网友也立刻炸锅了 好现在网军牌失灵 民进党中央至今没有明确列入检讨项目 应验了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名言 民进党的侧翼就像尾巴咬狗 即使尾巴跺下来自己都会咬 最后变成了伟大步调 好立伟高嘉瑜因为在选前 针对了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下令 全党要挺令之间的论文 市井恐怕会造成一时五命 没有想到最后预言还真的成真了 于是呢他现在反而被当成了战犯 高嘉瑜对于这个部分解释 他不是幸灾乐祸 是忧心社会信任崩解 年轻人会不再相信民进党 同时他也提到了侧翼网军造成寒蝉效应 让民进党听不到真实的基层声音 那以这一次来讲就是一时五命这句话 让很多人对我很不能谅解 就是说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唱衰民进党 说什么一时五命等等 但其实我的初衷就是说 如果论文这件事情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 对于民进党对社会的信任感等等 会造成崩解 这个崩解不只是新竹 而是会去蔓延到其他的县市 然后最严重最严重的状况 会可能就是一时五命 我并不是幸灾乐祸 而是说把这个可能会造成最严重的状况 我们当然不希望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真的硬要这样子对重的话 那可能年轻人会觉得说 如果连这件事情 你都可以这样去辩解或是这样去维护的话 那你还有什么事情是你说不出口 或是你不敢做 所以接下来你再怎么说其他的事情 人家可能都不相信了 因为他会觉得你连这件事情都可以这样子说了 那其他事情你再怎么说 他们就已经对你上司信任 其实不是要去批评侧义网军他们怎么样 而是说怕说这样所造成的寒蝉效应 当这个现象越来越膨胀的时候 他们太过维护民进党 或者是太过帮民进党讲话 那导致说其他的声音出不来 因为一旦可能有不同的声音 可能就被洗板被围殴被出针 那类似这样的话 大家接收不到真实的讯息 我已经就是长期以来被出针 就是可能对于绿营侧义来讲 他们就觉得我不是自己人 然后他们就会说我是被鼓的 或者是反正就是都是中共同路人 连王世间都会被说是中共同路人 但对我而言我不以为意 因为我觉得我们走基层 我们接触到的民众才是真实的名义 国安局局长陈明通 他所知道的论文又爆出了九包胎的争议了 高嘉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 对于陈明通其实党内已经有共识 请大家不用担心应该很快就会下台 但是高嘉瑜随后也立刻在脸书 贴出了一张跟陈明通的合照来表示 新闻标题其实当下和自己的语意是完全不同的 他要对陈明通老师公开道歉 他强调当时是被问到陈明通 是否会下台的时候所做的分析回答 是针对整个内阁可能改组的状况 并不是针对陈明通个人 好继续还要来看到 有大批的民众现在都在玩抖音 不过民进党败选之后 不仅公布门禁止使用抖音平台 甚至传出了数位部 还要研究抖音对于国安的危害 考虑要限制民众来使用抖音 因此立刻引发在野党的炮轰 这根本就是另类的数位中介法 打算要封住百姓的嘴 过去蔡英文说ECFA是糖衣毒药 要公投费ECFA 结果当选总统ECFA用到这边 吃好吃买吃得超开心 洪政府奉时事 很多蓝一鸣带在玩抖音 陈推荐一名好人才林志坚 哦 他哪里好 他善写论文 他写的论文就跟他盖的球场一样好 只有放弃是非 愿力挺志坚者 才是陛下该重用的陈子 这种桥段获得广大网友回响 不过像抖音这类和大陆有关的软体 可是明定禁止在公部门使用 民进党九合一大选大败后 传出有人要检讨抖音媒介 对执政者杀伤力极大 甚至政府还要求书发部 要研究抖音对国家的危害性 而蓝军炮轰 民进党上回大败后 关了个电视台 如今又惨败 竟然要讨论限制使用抖音 最后难道想把民众的嘴关起来 难道民进党现在的手 真的要深入到那么的里面吗 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变相的 数位中介服务法的一个推行呢 抖音是大陆管 但若真的有国安危机 为什么民进党令委也在玩 因为民进党都说一套做一套 中国鹏错号是怎么来的 这边鹏在大陆就做生意 谢瑞妍他们在那边申请专利 陈时中带队到零坡 去跟人家交流 那民进党做什么都可以 到了这一次输了 抓抖音来泄气 后脸皮天下无敌 民众纳闷如果担心抖音上 成为假消息媒介 政府想控管 那绿军1450疯狂出征放假消息时 政府怎么从来不管 记者黄文俊 去年12月 因为跟前妻李敬磊 爆出了感情纠纷 因此暂时退出演艺圈 现在时隔一年之后 他宣布将会在明年1月份的 农历新年期间 会在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开场 这也是他睽违一年之后的 首场公开活动 现场的座位大约是4000多个 王力宏同时也透过短短16秒的音档说 哪怕只有一个人 我也要唱给你听 而消息一出之后 也引发大家热烈讨论 接下来还要来关心 这是艺人大S跟他的前夫汪小飞 两个人因为赡养费的问题 家务事再度闹上了台面 两家人还隔海开战 吵个不停 大小S他们昔日的恩师王伟中 在昨天首度被问到了这件事情 他说一个半月之前 汪小飞留言给他问好 他也回话给汪小飞 告诉他说男孩子要把事业做好最重要 至于徐家日前到王伟中家参序 对于大S的韩国老公聚聚宴的印象如何呢 王伟中他也妙答 去人家家里头做客一定会很好啊 还说大S前几天船室有跟他道歉 表示害他操心了 关心就是 你不管默默关心还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 关心还是一定要的 我觉得社会总是还是 你要有亲人家人一些温暖 但是不要介入 我觉得越介入 自古就有良言 就是不要介入这家务事 他牵扯到什么 他说你是明白人 应该知道这一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现在在这个时代 尤其在这种网络时代 资讯很爆炸的时代 我很多事情都要听到这个人怎么跟我讲 或者这个人 他这些新闻或者是一些事情是怎么样 我亲自听到人家讲 我才能回应 否则都是传来传去 我觉得尤其这种家务事 他不是公论的事吗 当时讲我什么 我怎么回答 我亲眼看到 我都没办法相信 没办法智慧 这是我在这行的原则 小飞大概一个半月两个月前 有留话给我 然后问我好 没提到什么事情 我就我有问他好 然后也是留话给他 双方没有对话 我觉得男孩子把事业做好 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子 我做媒体也做了四十多年了 其实我媒体现象我也很懂 现在媒体也太多了 等等等等 所以我也不会很 这种新闻 我基本上不会太那个什么 之前是不是 S1家有到 跟您去做客聊天 我们就是 进地主之宜 对对对 我太太也是蛮重礼数的人 进这个地主之宜 毕竟大家都有感情 我天下怎么变都还是要有感情 就是这样子 对 我们也 我们家传的个性也是如此 对 大家讲讲事情还蛮欢乐的 对对对 就今天的人怎么样 去军业的人 为人处置怎么样 我想去人家家做客一定会很好 大家一次有给我一个简讯说 伟中哥 不管怎么样 我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关心 我们这么大 年纪都到这个阶段了 还要让你操心上 很抱歉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